我们来看一下 STM8的外部中单 外部中单 那么首先还是来看一下我们的淘宝店 我们淘宝店的 地址是清风v5.淘宝.com 里面卖了很多 价格便宜的一些开发工具 包括什么我们的 蓝牙设备呀 还有一些 F0的开发版 STM8的开发版 价格都非常便宜 大家可以选购 那么还提供了一个 技术知识论坛 山达宝清风v8.com 大家可以进入 在这里面请一些提问 我们 或者说做些技术知识 资料的下载 我们专门的分配了STM8的这样的一个 板块 大家可以进来进行 讨论 或者些资料的下载 都行 这是我们的 网站 那我们进入今天的这个 讲解的内容 我们今天要讲这个外部中段的 外部中段 我们首先打开我们的几个文档 我们看一下我们几个文档 第一个是官方的这个手册 官方手册 官方手册里面 我们看哪一节 我们看一下这个中段管理的外部中段 外部中段 我们的外部中段分配了 五个中段下载 说我们的什么 对应的几个 短口 大家要对应清楚 比如 pA口的五个关脚 我们这里面用的是 STM8S20系列的 B口是8个关脚 C口是8个关脚 D口是7个关脚 E口是8个关脚 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比如说我们的 Di口 Porti口 是没有外部中段 可以使用的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那么关于这中段的配置是由两个计算器来使用的 你说外部中段计算器 Exte-C2E和Exte-C2E 我们可以 来看一看 这两个计算器 首先看一下这个C2E C2E 我们C2E 他的 几个位 你看分成四个部分 四个部分 每两位 控制一个端口 这里有什么 我们Port7 D 还有C端口 B端口 A端口 正好 我们8位控制四个端口 44个端口 C2E 那就看一看 第零位和第1位是控制我们第1端口的 那么正好这是我们 可以设置中段的几个端口 都设置好了 第2位 高级中段触发位 有软件设置 只为 紧在外部中段 PDT 禁止中段 承诺能够 大家先不管高级中段触发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几个GPL中段的一个触发 那么这个设置内容大家看一看 我们这两个位 有四种组合 设置了些什么东西 那么它设置了一个触发的电瓶 比如00的时候下降延和低电瓶触发 012的是上升延 10的下降延 11的上升延和下降延触发 比如说我们电瓶触发 中段发生的时候就触发电瓶 说明了这几个问题 我们现在要 做的 就是通过我们软件 来进行一个 来编写 什么通过互环数进行编写 我们再打开一个文档 双击我们光盘 中文教程 第二部分外设 我们找一下 我们的按键中段 双击 这是我们酷含数 关于这个按键中段的一个 教程 当然我们还有 计程器的 版本 计程器版本的视频 会在我们后面推出 STM8豪华版里面进行 再来讲 双击打开 我们来看一看 中段实际上就是一个什么任务的一个切换 切换 对我们上插插系统里面的中段用的非常多 比如说我们 打个比方 我们 某个人正在做某件事的时候突然来个电话 电话相当于一个中段的中段任务 我们就会停下我们手中的这个 这个事情去接电话 然后我们手中的事情相当于一个主函数 主函数 那么中段 就跟我们的电话一样的 它需要我们这个 主程序里面进行响应 假讯性 那我们这里面通过一个按键中段来 实现啊 我们看一下电子图 我们电子图里面 有三个按键 大家看一看 Kill1 Kill2 Kill3 大家注意啊 我们这里面的Kill1接的是我们的这个 PI领口 这个是无 这个是没有的 无 我们按键中段的 我们有按键中段设两个关脚 Kill2 Kill3 这个有啊 这个有我们按键中段 我们现在就设置两个关脚的按键中段 那么首先我们 打开一下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工程啊 这个工程 大家找到光盘 我们的库函数 工程代码 第四节 按键中段 大家双击 打开工程 我们看一下如何用库函数进行编写 我们在这边的设计 我们在这边开始 我们要收到光盘 我们在这边的后果 数字内聊到 OK吧 好 我看一看 我们首先看下我们这个需要调用几个文件 大家看 扩函数这几个文件必须调用的 因为我们采用扩函数编写 首先是GPLO的 控制Milco的 第二个是始终设置 我们用内部告诉始终 第三个大家看下这个中段的一个 固函数设置中断的 我们中断设置 这个大家需要调用一下 这三个文件我们需要调用的 然后看一下我们要编写什么 那么这里面看一下我们驱动 驱动Driver Driver LED.C 这个就不讲了 我们前面编的这个LED灯的一个驱动 然后这里面说一下这个 steam8s这个中断.c文件 这里面实际上是官方给出来了一个 我们每个中断它进行中断声明 进行中断声明和我们中断编号 这样的一个文件 比如说我们这里面用的什么 GPLO的1 GPLO1的中断 或者在这里面有一个声明 web中断GPLO1 但是这个函数的命名 大家要注意 这个函数的命名是固定的 大家如果说不在这个文件里面写 大家也可以把这个拷出来 拷出来 放在我们其他文件里面也是行的 只要保持这样的一个编写的 这样的一个 我们的头文件 只要保持我们这个函数声明 像同学起 最主要的我们还是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按键 web中断按键的一个处数化 刚才已经看过我们的这个数据手册 数据手册里面有个说明的 对我们这个web中断的 有个详细的一个说明 有前面这个端口 中断控制这个web中断的一个端口 大家要注意 没有我们PI口 PI口 因此大家在编写的时候 我们这个PI端口 我们当时设置了三个关键 但是由于我们这个Key3 point 也说实际上是我们什么 我们的 GPLOI 那么 对于念图 念图 这一个Key3 这个I口 是无中断的 所以说实际上我们这里面 需要注视掉 我们需要注视掉 这个端口 这个端口 实际上 我们是无法 使用外部中断的 嗯 注视掉 注视掉 那我们只需要来声明一下 我们两个可用的 也说我们可用的端口 也说我们这里面的Key2 Key3 是我们的PE端口 PE端口 根据我们手册的说明 PE端口 它是有八个引脚 八个引脚 可以作为我们外部中断 来进行使用的 那我们这里面首先呢 我们 要把这个端口设置一下 这跟我们前面的按键扫描一样的 前面按键扫描设置的是我们 输入模式但是没有带我们外部中断 我们看一下这里面啊 我们这里面设置的输入模式 但是是带外部中断的 大家这个一定要区别于啊 我们前面的按键扫描 区别 于 之前的按键扫描 iO的设置 大家这个一定要区别一下啊 这个一定要区别一下 啊 这个iO设置好之后 大家看来 我们还要设置什么啊 我们这里面需要设置一下 我们触发的方式啊 触发的一个方式 按键 比如说外部中断 啊 外部 中断 触发方式 啊 我们可以进入这个函数看一看啊 这个函数就是我们刚才调用的这个ext.c啊 这个酷函数里面的 它设置的是什么对应的 端口 大家看看啊 我们端口 a b c d e 这几个具有外部中断的iO端口都进行设置了 那么设置的寄存器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CN21和CN2的啊 CN21和CN2的啊 CN21和CN2的啊 因为我们刚才详细在这里面说明了一下啊 CN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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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这就是分别来什么 设置了我们啊 对应的几个端口 它的这个触发方式啊 触发方式啊 触发方式 我们的这个文档说明是一致的 完全一致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形成呢 第一个形成是我们的point 这个大家也之前见过 是我们端口 我们配置是哪个端口 那么后面这个看一看啊 我们点击进去看 定义 那么这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啊 刚才说的四种中断触发方式 比如第一个00 正好是和我们的这个手册里面的啊 00下降延和低电频触发 啊 下降延和低电频触发 那么这是一对应的 我们要设置哪种触发方式啊 啊 就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库函数啊 啊 进行配置啊 通通这个形成的啊 进行这个传递 传递 所以说这回到我们的 刚才编写的这个 的一个按键中断的 驱动 我们这里面设置大家看啊 外不中断 而是什么方式啊 下降延 欧零 回去看看 这种 第三种 中断 仅仅在我们下降延 欧零啊 手册里面啊 仅下降延出发 好 我们设置这种按键按键 因为我们电子图里面很清楚 电子图我们是之前一个上拉 按下之后拉低拉低拉低的 那我们就应该是一个下降员 原来是高电名后来按下便滴电名 这时候来触发一个按键 那么这里面通过电子图和我们的这个手册 很详细地进行了一个分析 我们怎么来配置一下我们的外部中断的一个触发方式 端口还是我们P口 外部中断的端口P 然后这么里面这个去动 就可以在我们主函数里面进行调用 初始化下我们外部中断 我们的这个按键外部中断端口 注意 一定要声明一个 kear-exti.h 这个头文件 大家把这个声明一下 这个函数 主函数里面要调用的函数 必须要声明一下 声明一下 那么现在是第一个任务完成了 那么主函数怎么写 大家看主函数 配置始终 这个不说了 我们前面计算里面 都是使用的内部高速时钟 进行义分平也16兆的 初始化一下我们单口 就是LED单口先初始化 开一个灯关一个灯 然后初始化我们按键 然后初始化我们按键 然后初始化我们外部通断按键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已经写好的 并且在我们的这个投文件里面进行声明的 我们主函数实际上调用的啊 调用了这个投文件 调用这个投文件 调用这个投文件 那么大家注意这里面 写完之后还要写一句话 unable zone in trapped 这样的一个函数 使能中断 大家注意这个函数啊 就是在我们IR里面 特有的一个中断 st18中断使人的一个函数 大家一定要把它写上去 那我们用stvp 有我们是st公司专门配的一个环境里面的写法 就有点区别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好这里面上面的工作就是我把我们的数字画完了 那么主函数实际上什么都不做的 那么CPU实际上不工作啊不工作 所以说它的效率啊大家注意 比我们按键扫描高很多的 我们一直在等待 不做工作 那么一直等待到我们外部的 这个案件 它进行一个申请 一个中断申请 我们再来执行中断任务 那也是由我们一旦按下之后 我们就会跳到中断函数里面去 中断函数做什么 反转向我们的L1级帧 这个原理还是非常简单的啊 那么详细的这个说明啊 我们也在我们教程里面说了啊 我们教程里面也说得很详细 很详细 我们设计的是我们 夏洋洋洋的一个触发啊 触发 那么现在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程序编译一下 这个程序非常简单 我们试明好之后就等待中断发生 中断发生 就跳到这个中断函数里面进行翻转 我们编译一下 没有错误啊没有警告 下载一下 下载之前大家还是要把法轮器啊 和我们开发版相连 并且都通上电 找到因为我们这个移动了 我们进行了大家这个呃 可以重新添加按下 如果编译好了直接可以跳过 下载一下 下载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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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部按键中断 外部按键中断 大家看啊 我们这个 同时这个按键1 是可以的 按键3 我们是动不了的啊 我们pi 口 pi 口是无法的 它没有中断的 没有设置的啊 我们两个端口都可以 升起外部中断 实际上这里面就 演示了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实力啊 大家回去好好体会一下 它跟512的这样的一个中断呢 它都占了一个 概念 很类似 因为枯环数编写啊 是非常简单的啊 非常简单的 当然我们后面会在 我们好好版这个视频里面 会 如何设置啊 为了区别啊 今天是我们这样的一个 内容啊 如何设置 配置一下我们外部中断 如何在我们的中断声明里面来写这个中断函数 今天讲的就是这个内容 好 谢谢大家 今天的课到此为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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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